話說在上次WeChat Pay Hong Kong Q&A的一段影片中就有跟大家說過 我和啤啤在五打五撞的情況下 無端端發現了一間 在WeChat Pay內地支持商戶名單中沒有提及到 但仍然都支持用WeChat Pay Hong Kong來付錢的餐廳 今天就來講講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就是Iholic Pizza 這間餐廳在深圳總共有兩間分裂 而且兩間分店在大眾點評上的評價都是非常好 九方那間分店還要達到最高分的五星好評 而這就是我和啤啤那天過來試吃的原因 在我們搜集資料期間就發現 這間餐廳應該是一間下航風路線的餐廳 據說我們來的這間位於KK1的分店 到晚上還會有岳巴表演跳舞 不過由於我們那晚有工作 只可以下午來到 所以就拍不到給大家看了 另外雖然說是航風路線 其實它的裝修風格 我和啤啤都完全聯想不到韓國 反而有點像歐洲古報的感覺 和大陸很多餐廳一樣 這裡都是靠scan QR Code來下單 不過如果你真是上不到網 下不到單的話 旁邊其實都有一個小鐘 只要按一下 就可以叫stuff過來幫忙下單 而我的餐廳名字 大家都可以猜到 這間餐廳最主打的就是Pizza 據說是全手工製作的 而且有別於坊間大部分的Pizza店 通常都是用普通的焗爐來焗 這裡真是用了北京烤鴨的造法 用果木來烤焗一些Pizza 在一個開放式的廚房裡 大家還可以看到些師傅 通過一個燒果木的爐來焗一些Pizza 另一樣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裡的Pizza是橢圓形的 不過這樣就會令到哪位那四塊Pizza 餡料的比例會少些 我自己就覺得不要那麼好 這裡的Pizza就只有薄批 餡料的款式其實不算很多 大約只有10款左右 另外是有9吋和12吋兩個Size 我們賣了個9吋最焦爬的烤牛肉Pizza 剩位差28元 上面除了有牛肉和芝士之外 還有大量的蘑菇 和一些類似京蔥絲的東西 用果木燒焗出來的餅底 雖然薄批 但是仍然吃得出外面有少許脆 裡面軟熟得來帶少許煙韌的口感 單從那個餅底來說 這裡的Pizza的確是多好吃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這裡的餡料就認真一般 先來說說這些芝士 網絡只是薄薄的一陣 吃起來不夠濃芝士味 份量我就覺得偏少了些 也沒有用到可以做到拉絲效果的水牛芝士 嘗試過效果就比較差一點 更加差的是牛肉 雖然肉味挺濃 但是切得太薄口感太粗 最拿命的是不知為什麼醃得很甜 甚至是跟牛肉味 甚至是整個Pizza都完全不合 就請說我不太懂得欣賞這些這麼甜的牛肉 除了Pizza之外 我們那天還押了意粉和沙律 先來講講意粉 叫的是這個海鮮奶油意粉 成為$58 裡面就有兩隻青口 一隻雞圍蝦 上下大的蝦 兩隻細蝦仁和少少魷魚 這樣的價錢只有這樣的份量的菜 似乎就不太划算了 不過好在除了青口有少少妹妹之外 其他都挺鮮甜的 而意粉是煮到軟硬度適中 特別是醬汁我和啤啤都覺得煮得不錯 外面吃到的忌廉意粉 通常吃不到兩口就會覺得滋滋 但是這裡是creamy得例 整碟吃光都沒有惡消化的感覺 另外放在旁邊的麵包又是很好吃 看起來好像硬硬的 但其實是鬆軟像蛋糕的口感 加上下了大量的香草 就這樣吃已經很香了 沙律這件事我平時其實是很少說的 因為通常都是平平無奇 伏極有限 不過這個沙律真的十分出眾 加上它是由善服專員啤啤 在七款沙律中精挑細選出來的福野 叫做黑芝麻沙律 剩下38元 在碟旁會見到一大圈黑芝麻醬 另外在菜的面頭 還淋了些類似紅莓醬的醬汁 兩款醬汁都落得破多一下 混在一起是很重口味 而且紅莓和黑芝麻的味道完全不配 你是會覺得兩種味在嘴裡打吵架 極度奇怪 最後就說到飲品了 首先要責賺這間店的地方就是 它是有六款沾著水果的果汁水 放在外面給大家喝針 而我們絲果味道都挺重 其實不買飲品 只喝這些果汁水都不會覺得好掛 不過為了幫大家試這道的水吧出品 所以我們借了這一杯芝芝麻 成為28元 比起汽茶的便宜了少少 而且網絡都挺大杯 奶蓋喝起來雖然奶味很重 但就只有咸咸味 沒什麼芝士味 而芒果沙冰吃到很多芒果果肉在裡面 不過芒果味比較淡 似乎用的芒果就不太好看 這一餐埋單是202元人仔 以這樣的價錢在大陸來說 我就覺得偏貴了少少 當然我們在香港只要給多少少錢 都不難找到一些類近質素 甚至是更好吃的薄餐廳 我想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吸引力就不太大了 不過我亦都不客氣是因為 師伏專員啤啤發工 令到這間是大重點評上 評價不錯的餐廳 在我們面前都變得金幅 畢竟我怎麼都沒想過 沙律都可以伏成這樣 好了今集就來到這裡 如果想看回WeChat Pay Hong Kong Q&A 那段影片的話 就可以按現在由上角彈出來的i字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